大家好,上次开向了Costco的面包生胚后,喜欢面包生胚的人不少,不断有朋友反馈 面包生胚还有什么品种,没有说清楚,有人去了好几次都买不到,有时大清早去也说没货 带着这些问题,特意询问了面包房员工 原来面包生胚并不是固定商品,面包房也是用这些生胚来做面包 一般来说,预计会有剩余时,才用于出售,没有剩余也就无法出售了 有时会连续几天没有剩余的生胚,至于早上晚上一点关系也没有 至于生胚品种,才知道在Richmond店门廊的侧面 贴有四种面包生胚的名称和价格 九种古物混杂的生胚,售价27块9.9,有162个 面包区里很多圆面包都是用它做的 无糖低盐生胚,售价24块9.9,有324个 适合做韭菜盒子,葱油饼等 中糖中油生胚,售价37块9.9,有336个 所有类型的面包都用得上 片状分层式生胚,售价59块9.9,有204个 最熟悉的是牛角包了,蝴蝶书或许也是用它做的 这样就知道了,不是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 很多时候只能碰运气 询问一下没有需要品种,就等下一次吧 这天刚好有无糖低盐的生胚 想着那天买了中糖的,顺便买了一箱 可以做一些韭菜盒子,从油饼之内的 有甜的,也有咸的,可以错开来吃 这就是低盐的生胚 16.2公斤 里面有324个 四种生胚中,这款最便宜 每个不到八分钱 生产日期是2021年10月31日 最好在2022年1月31日前吃完 保质期也是3个月 看一下成分表 这是以一个生胚50克为计量单位的 100的卡路里,脂肪1克 没有反式脂肪,没有胆固醇 那230毫克 碳水化合物21克 其中纤维1克,没有糖 蛋白质4克 含有维生素C,钙和铁 这款生胚,没有反式脂肪和胆固醇 吃了放心多了 打开来看看 长的和中糖的差不多 每个也是50克 这样的大小挺好用的 对比还是看得出一些不同 这个是咸的 这个是甜的 这个是甜的 甜的形状归整些 咸的背面凹凸明显一些 甜的相对光滑 担心拿错的话 也可以在保鲜袋上写字 就不会用错了 完了一阵面包生胚 最大的好处就是免除了 货面发面的繁琐过程 也不必担心发面失败 节约了不少时间 只要放不同的配料 想怎么玩都行 不论花样如何 都会是好吃的 临时败是它的最大噱头 方便还便宜 用生胚做韭菜盒子 特别方便 生胚软化的同时 切韭菜粉丝 刷蛋 炒蛋 炒蛋 调好馅 生胚也软化了 一会儿功夫 远古古的韭菜盒子就做好了 这可不是绣花枕头 挺实诚的 做芝麻葱油饼 也是挺方便的 早餐加点香肠 鸡蛋什么的 有甜有咸的错开吃 基本不用去面包店买面包了 如果能在睡前把面包做好形 清早起来再烤 吃到热乎乎的面包 就更圆满了 不知道有谁研究出来了没有 好 这期就介绍了这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欢迎新朋友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